大家好 谭德赛叛变了 就是中共的老朋友习近平的马仔 中共派到世卫的党支部书记谭德赛呢 突然反水发表了不利于中共的言论 这个世界一出呀 中国这边的民间舆论呀都乐翻了天 我说的是民间舆论啊 官方这边呢都是义正严实的批评谭德赛 但是在民间呢掀起了一个调侃谭德赛的热潮 实际大家想这种调侃呢 就是调侃中共嘛 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官方的报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今天在日内晚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特性 以及对未来的预期 世卫组织认为清零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谭德赛指出新冠病毒正在进化 其特性正在变得更具传播性 随着这种特性的变化 改变相关措施将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考虑到病毒现在的特性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预期 我们认为清零战略是不可持续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对这个病毒有了更好的了解 当我们有很好的抗疫工具可以使用时 过渡到另一个战略将是非常重要的 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已经与中国专家讨论了这个问题 并表示这种方法是不可持续的 这篇报道我们就能看来 谭德赛为中共站台多年 现在反水了 不替中共站台了 我们都知道谭德赛跟中共走得比较近 另外呢 他跟习近平的私交呢 也比较好 让人觉得呀 他就是习近平的一个马仔 在武汉疫情刚发的时候呢 谭德赛呢 就替中共遮遮掩掩 在防疫方面呢 包括习近平在武汉推出的这个封城政策呀 他也是为这项举措背书 那么后面呢 有很多国家呢 都要求清查这个病毒的源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谭德赛也是一直为中共大马护原 就是活稀泥吧 反正是搞一些滋烧末节的事 就是不往这个政题上走 这就是他以前一贯的做法 那么这个过程中 大家也看到了 中共头几年呀 分好几次给世卫组织呢 给了大笔的赞助吧 那么现在谭德赛为什么反水的呢 大概在半年前 谭德赛就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了 就是替中共呢 不太站台了 在那个时间段呢 我也出过一些节目 我说可能是中共现在财政困难 没有给谭德赛撒币了 所以谭德赛的这个口风呢 有点变化 我想呢 有一些观众呢 可能还有那个印象 当时我是评论过的 那么现在谭德赛反水啊 也是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呢 谭德赛是良心发现 谭德赛呢 他毕竟是社会组织的干事啊 他也是医学专家 他应该知道这个疫情是怎么回事 特别是这个疫情怎么防控 那么谭德赛我敢说啊 谭德赛私信来说 他应该是个专家 那么前面他给中共站台 我们可以说 他是为了钱呀 媚者良心 但是现在呢 谭德赛可能良心发现 一看他的主子习近平啊 确实很愚昧 然后在全中国呢 推广了一套愚昧的防御办法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呢 中国底层呢 有更多愚昧的人 就是沿着习近平的这条道路呀 就在那胡者 不让农民种地 不让工人开工 不让商人经商 不让学生学习 不让交通运行 让整个中国呢 停滞在这 等待疫情过去 那么谭德赛一看 这不是做出一个 伤天害理的事吗 对不对 那么习近平 以及底下一些人的愚昧 可能是谭德赛没有预料到的呀 甚至现在这些大白的所作所为 可能也是出乎谭德赛的预料的呀 对不对 按照谭德赛的那个年龄 他是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 要不然的话 他不会在国际组织 当那么大个干部 对不对 他应该是掌握这些国际情况的 那么他现在一看 这个大白比胡卫兵还坏 干的尽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可能心里呀 良心有点过不去了 所以呢 他站出来讲了真话 说中共 你再这样胡诊呀 这个是不对的 你这个东西就是不可持续的 我觉得呢 也不能排除谭德赛的 是良心发现 在这个时候呢 讲了真话 这是第一个 正解 我们从人性方面来说 第二个呢 我们从钱上来说 就是半年多以前 我做节目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感觉呢 是习近平呢 没有给谭德赛再给钱了 这个谭德赛呢 心里头有怨气 就是给你十点小单看 提醒你 该给钱了 你不给钱 老让我给你办事情 这个不符合江湖道义嘛 所以呢 他就给中共呢 使了一点小半死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财政危机啊 他没有多的钱往外去撒了 那么到了现在 习近平是真没有钱朝外撒了 那么谭德赛呢 这一年多都没有拿到支票了 难道说他还能继续给习近平去叫喊吗 他也是一个拿钱办事的人嘛 你既然不拿钱 然后你办的那个事呢 又是反人力的事 我怎么能够不拿钱的情况下 给你妹子良心讲话呢 所以给习近平不背书了 那么他就讲出了这样一番话 开始公开的否定呀 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呀 是不可取的 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并且他暗示呢 现在有更好的工具了嘛 你为什么还抱着三年前那个方针呢 对不对 这里头实际啊 是隐含了谭德赛的一个方问 就是你不能抱着以前那个策略 病毒也进化了 现在的防御工具呢 也进化了 你看那三年前那套封共作诗 你想清零 这个怎么能达到呢 这可能就是谭德赛的意思吧 另外呢 也可能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 因为呢 我们从前面 谭德赛干的这些事情来看啊 他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也许是一个各种矛盾的混合体 所以这种防疫措施呢 已经危害到中国十几亿人的 这个生计的时候 他又拿不到钱的情况下 他就这样讲了实话 这个是我分析的啊 全当大家在这聊天 那么谭德赛到底怎么去想呢 大家也能在这聊一聊 反正是他讲这番话 是跟他以前的所作所为呢 是大大的不同 谭德赛这个话说完以后啊 首先外交部就坐不住了 外交部的这个赵立坚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招待会上 严厉回应了世卫总干事 谭德赛对中国防疫政策的质疑 赵立坚表示 我们希望有关人士 能够客观理性的看待 中国疫情防控的政策 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是赵立坚直接的回应 就是谭德赛呀 你作为中共在世卫的 这个党支部书记 你不能讲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我们本来是一条战线上的人 你现在咋能当叛徒呢 直接就开始批这个谭德赛了 然后这个网友呢 太有才了 就模仿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口文啊 写了一个通告 这样说的 重大通报 世界卫生组织书记 谭德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将接受法律审查和监督调查 经查谭德赛 丧失理念信念 背弃出心使命 不忠诚 不老实 做两面人 妄议大政方针 在重大问题上 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是我们重点斗争的对象 这一段评论呀 放在谭德赛身上呀 还真是比较确切 假如说谭德赛是中共派到那的党支部书记啊 放在他身上 真是确切 另外谭德赛呢 确实以前加入过共产党 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啊 那么这里头有几句话啊 讲的还是比较贴切的 你比方说这里头说的 这个谭德赛呢 背弃出心使命 不忠诚不老实 做两面人 而且是妄议大政方针 这个帽子呀 扣到谭书记头上啊 还真是挺合适的 所以这个网民呢 还是很有才的 那么还有网民呢 模仿中共的口文啊 也写了一篇新闻通稿 说的也非常好 是这样说的啊 坚决拥护中央 从一切歪曲怀疑 否定我国防御方针政策的言行 做坚决斗争 打倒谭德赛 打倒世卫组织 这个帖子呢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是这个人的真心话呢 还是他对中共的反讽 那么大家呢 也来体会一下 那么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啊 就是我刚才读的那篇稿子呢 已经被下架了 你一搜呢 就是404 这个事情呢 确实有点打中共的脸 你现在谁都知道嘛 这个坦德赛就是习近平的小弟嘛 现在既然开始反了 开始对习近平的防御政策呢 提出了不同意见 那你想想 习近平能不生气吗 那么这个事呢 确实可以看出来啊 中共搞的这套防控措施呢 在中国那个地方呀 已经是弄的是天怒人怨 这种情况外国人不是不知道 现在在外网掀起的这个翻译运动呀 把你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无差别的人家都翻译出去了 外国人都能看得到 你们不要觉得外国人都是傻子嘛 你们糊弄自己倒霸了 还在糊弄外国人 最近呢 我听到有关防控啊 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有一点啊 也是用一种反讽的手法说这段话啊 他说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呢 全世界都在逆行 只有中共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最后的胜利呢 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这句话说的太有意思了 就相当于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呀 你发现所有的车呢 都是迎着你的面在逆行 你自己呢 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这套道理呢 现在中国有好几亿人就相信了 甚至有的人呢 还坚信不语 中国的防控已经荒唐到什么程度 我想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啊 应该都知道很多 现在的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愚昧的事情了 现在是这种愚昧的防控措施 带来的人道灾难 可能就会大面积的发生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有关这个事情啊 最有意思的一个帖子 就是说呀 这个中共官方呀 经常把这个外国的新闻呢 就是翻译错 然后去误导国内的群众 那么这次呢 有人就把谭德赛的这个话呢 也给他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翻译 那么他翻译的过程中呢 他把这个世卫组织的简称啊 WHO呢 这刚好是英文的谁嘛 那么他把这个句子呢 组合了一下 谭德赛说的话 概括起来呢 应该是这样表述 谭德赛说 中国是时候改变新冠清零政策了 这是一个正确的翻译法 但是呢 人们把这个WTO往前面一加呢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说中国是时候改变新冠清零政策了 对不对 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疑问句 就是谭德赛不但没有否定中共这种防控呀 还是肯定了中共的防控 确实中国的高人多 如果中国这个网络是开放的啊 我想呢 中共的这种虚假宣传啊 未必能占上风 只不过有清醒头脑的人发的声音呢 都被中共的网络所屏蔽了 所以才造成了在中国那个地方呀 成了一个信息挖地 大家能公开看到的全是假信息 谭德赛终于讲了一个实话 这个消息居然被404了 被屏蔽了 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了 可能过两天他们一曲解呢 他们还认为 示威还在支持中共呢 这个都是中国的惯用手段 那么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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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